社团法人台湾省慈艺爱新会 日前发起了慈善音乐会 邀请图成国小等等的团体演出 获得不少善心民众跟企业家的响应 成功募得了150万元 而这笔款项将捐助给11个单位 帮助中部地区的弱势学童 另外在音乐会的现场 主办单位也同步首映为电影《爱的回旋令》 希望小小的故事可以引发大大的共鸣 让爱的传递可以无远弗解 体育馆内响起曼妙旋律 有图成国小弦乐团 中心大学弦乐社 成乐馆弦乐团 就是四重奏 联合演奏一首首温馨歌曲 慈艺爱新会 为了帮助中部地区的弱势学童 举办了这场慈善音乐会 邀请捐助者和受帮助的学童 一同出席聆听 这个音乐会主要的用意 就是要帮助所有学校的弱势学童 因为他们没有选择出生地的权利 以及没有陌生的能力 所以说我们身为爱新会的一员 我们必须要帮他们寻找裁员 来协助他们 因为这一次的主题 我们是为了弱势儿童 很多所学校去做募款的 所以我们才想说 借由这样子比较温馨感人 然后用音乐传动我们的爱 然后用音乐去让人感受 我们所要做的一些 为社会上的贡献 协会表示 有感于弱势学童 没有选择出生家庭的权利 也没有谋生的能力 所以只要有需要 就会无条件的协助 长期提供就学基金 急难救助金 让学童能有尊严的上学 第二年举办 就获得160位捐助者的响应 成功募得150万元的善款 超出原本设立的目标 将帮助九所小学 和台中苗栗家福中心 让学童能无忧的生活 一开始我们就是认为说 学生与学生之间 其实都有代购 那么这个代购 不是他们愿意要产生的代购 是因为家庭环境 每个人来自于不同的世界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世界距离拉近 当你拉近他们的距离的时候 必须要靠很多方式去传递 这个爱的回旋力 是一个很有力量 很有power的一个影片 因为它整个拍摄完成之后 当我们在看的过程里面 其实工作人员都已经掉了很多眼泪 而慈善音乐会当帖 也首映为电影爱的回旋力 以大离去五位学童真实的故事改编 用第一人称的视角 叙说爱的传递游戏 在笔记本中 写下少少心愿 再传递下去 最后由大家一同实现愿望 阐述爱是可以被分享和传递 最后将回到自己身上 小小的故事引发大大的共鸣 记者车朝安 台中采访报导